拜登发最严厉警告 习近平复制毛泽东轨迹掀起新运动 又被抓包 官媒未批意大利 疑似捏造新闻 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罹难 曾揭露俄瓜多尔和中共的贪腐案 瓜多尔马运河塞船 平均要等21天 原因出炉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枪戏 专家们几年来持续的警告说 经济危机可能是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第一大挑战 现在这个剧本似乎正在中国上演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就中国的局势做出非常糟糕的判断 同时中共为保证权效仿毛泽东掀起一场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 中共国安部本月开通微信 并且发布社区动员令 号召全民举报间谍 有地方警察局拍摄宣传片 要求全民寻找行走的50万 宣称外国间谍也许就是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 如果有人拿着录像设备行迹可疑 如果有人在网上发表不当的言论 那很可能就是行走的50万了 举报可以获得50万元人民币的宣赏 上海市本月发布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举报者可以获得罚莫款的1%到5% 最高可达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金 有网民半真半假的议论说 办公室的同事越看越像是我房子的首付款 有人留言说 住的小区里有贴着抓间谍的标语 以中国老百姓的尿性 在国外住过的有绿卡的就会被盯上 如果以前关系处得不好 肯定找个机会栽赃陷害 举报你 没必要别去中国找死了 外界认为这是习近平复制毛泽东 正反运动的开端 学者们用杀人如麻来形容中共建政初期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不仅用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招数 还开创按比例杀人 他在1951年1月份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在一年之内 处决1、2000人才能解决问题 在给广东省负责人的电报中说 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 作家胡平曾在《易报》发表他根据史料 对中共镇反运动做出的分析指出 中共搞镇反并不是要镇压官方指示中 界定的间谍、叛国者和军队叛变首要分子等等 对这些人中共一直在镇压 不需要专门掀起一场运动 中共镇反是借题发挥 真正要镇压的是从国民党倒过来的大小成员 中共曾承诺宽大处理 但却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时期 出尔反尔杀戮降兵 比起历史上白起坑杀40万降族 以及前苏联卡廷杀害2万多波兰俘虏 更为恶劣 因此中共才要假扮镇压反革命和特务 胡平说 中共为什么在镇反运动搞得那么残酷 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 在中共看来 杀人立威就是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 这段历史给当下敲响了警钟 60年前 镇反的惨状可能在中国重现 因为习近平也感受到政权的不稳定 特别是中国经济面临严重问题 前苏联解体就是经济停滞与冷战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共可能会重蹈覆辙 8月10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犹他州的一场公开活动上 对中国经济等问题发出迄今最为严厉的警告 说 由于陷入经济困境 中国现在成为一颗可能威胁的全球的定时炸弹 拜登解释说 共产中国因为经济放缓 退休年龄人口超过劳动人口等问题而陷入困境 而当坏家伙遇到问题时 他们就会干坏事 美国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美中对立也日趋尖锐 这个时候习近平以抓间谍为名 稳固政权 估计结果只能加速和西方的脱钩 刺激经济加速崩溃 反而动摇中共政权 资深媒体人言成钩 日前在脸书发表的评论中就感叹 中共走向末路 是命 习近平搞死中国 也是命 中国人要准备面对一个 旷古未有之乱世 这也是命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日前发表一位 意大利和欧盟外交政策分析师的署名文章 批评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 但是很快意大利媒体已报发现 这名分析师极有可能并不存在 在环球时报发表署名评论的这位分析师 叫做菲洛帕特 文章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放弃一带一路是牺牲国家利益 呼吁梅洛尼应更谨慎的对待 意大利与中美的关系 在决定是否签一带一路之前 应先访问中国 已报8月9号发文 标题是中国传声筒 菲洛帕特的幕后黑手是谁 文章指出 在网络上搜索这位分析师菲洛帕特 居然找不到任何的踪迹 唯一显示的是耶稣会神父 桑福利雀曾用的笔名 已报指出 环球时报不是第一次用这种 所谓分析专家的方式发文 大约两年前 中国官媒上曾出现一位 瑞士生物学家爱德华茨 指控美国打压世卫专家 想推翻世卫做出的新冠 与武汉实验室没有直接关系的结论 但是瑞士大使馆驳斥 这是假新闻 瑞士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公民 生物学界也没有用这个名字 署名的学术文章 这位爱德华茨似乎是中共官媒捏造的代言人 俄国多尔总统大选将在8月20号举行 候选人维拉维森西奥9号遭枪凌难 维拉维森西奥之前是政治记者 曾揭露多宗俄国多尔和中共的可疑交易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59岁的维拉维森西奥是排名第四的候选人 目前正担任国会议员 网上发布一段现场影片显示 维拉维森西奥登上了一辆汽车之后 突然枪声大作 人们趴倒在地上 当地报章指出 维拉维森西奥头部中了三枪 维拉维森西奥任记者时曾发表的 其中一项调查报告曾经披露 厄瓜多尔有人收贿向中国建价出售石油 令国家蒙受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损失 维拉维森西奥上个月底 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倘若她当选将停止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 因为所有涉及中国公司的腐败案件 都没有得到澄清 她强调 无论是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案 还是中共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案 都表明厄瓜多尔与中国的公司之间的协议 存在严重道德问题 巴拿马运河最近出现了严重的塞船惨况 有多达154艘商船排队等待通行 平均要等21天 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是世界航运的要道 据CNBC报道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 运河无法通行是因为严重的干旱 导致用于调节运河水量的人工湖水位大幅下降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已经减少通行许可 每天可以通过的船只从23艘降到了14艘 管理局也要求通行船只 把重量减轻40% 台湾长荣海运的长吉轮被迫卸下1400个货箱 才获准通行 业界指出各货轮卸下的货柜 可能要另外找船只运送 不仅货运成本增加 还得花更多时间预约 船舶要等更久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 否则航运业者必须绕道 这些都会增加时间和燃料成本 而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企业和消费者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您觉得现在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群体事件 像是气势汹汹的桌州人 河北人 房子乱尾的业主 到银行取不出钱来的储户 当然这些事情中共早已经是有准备 基本上能把这些群体事件 扑灭在萌芽的状态之中 但是很多时候是防不胜防 就像是8月8号 山东鲁能和成都荣城的足球比赛现场 全场的球迷口号整齐 一起对着中国足协骂娘 这真的是举世无双 中共也是没想到能有这一处吧 这一堪称快闪骂娘的活动 这算不算是群体事件呢 这群球迷是不是又会成为中共防范的下一个群体呢 在8月10号江苏常州 金坛物业广场 外卖小哥去送单把车停在了停车场 被物业广场的保安给锁了车 于是就出现了饿了吗 和美团的送餐员直接呼叫同行 过来和保安干账 看见没 这可是有组织的活动 打电话叫人一起来打架 那么作为现在中国最大的年轻人团体 外卖员 会不会也成为中共防范的下一个对象呢 中共最怕的就是中国人抱团 所以用尽各种办法把中国人打散成个体 让中国人相互斗争相互不信任 但是中共的种种做法 又都是在不断的把人化成一撮又一撮的小团体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和北京大水同步进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 未成年人的第一次举着大旗的游行示威 8月6号TFBOYS西安演唱会的现场 粉丝们挥舞着大旗在公路上游行 唱歌庆祝组合成立十周年 由于人数众多 导致交警和特警负责为他们开路 或许这些懵懂无知的孩子们还不知道 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中共就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了 关于最近大水过后的群体事件还有哪些 其实一个关于羊群的故事 中国人若能早知道 或许也就明白了中共的计量 相关话题呢 我们会在会员网聊一聊 希望支撑会员网每月只需要一美元 一年十二美元 无关政治正确 只是说说我们想说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携手同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